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春 我现在在深圳 我现在拍摄的时间是3月13号 听说深圳14号开始 地铁和公交会暂停运营几天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深圳14号之前是什么样的状态 地铁口旁边就可以检测核酸的 非常的方便 这边是肯德基只能打包了 街上人还是很多的 汁 羽毛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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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客来好口罩 是20小鱼和山马 前马一套 谢谢口罩 我现在已经有咂尸 都在看过 你早点算却在泡沫 这边有一个公告 大家可以仔细的看一下 这边是一个很详细的节道办的公告 大家看一下 街上很多门店没有开门 这边的这个小丑是开门的 生意好像比平时好了一点 药店也是开门的 我们现在到地铁里面看一下 看看京地铁有什么样的要求 但是听说不同的地铁站 有不同的进站要求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这个地铁站是犀利 我们看一下这个公告吧 大家发现了没有 进站要求又不一样了 我们现在去深圳北站看一下 我们现在去深圳北站看一下 照顾好身边的老人和小朋友 带单大便行李到13 请使用10个便宜 按照顿 我们下车 早就看了 我想我们下车 来 Viaget 我们下车 是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已经到深圳北站上面的高铁站台了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边的公告牌就是精湛的要求了 好像和上次没有什么变化 大家看一下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从远处看一下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深圳北地铁站 它又有什么不一样的要求呢 大家发现了没有 这边的要求好像又不一样了 和上的要求时间不一样 进安检的时候都有提示的 我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这个视频是13号拍摄的 听说深圳14号以后 深圳的公交深圳的地铁会暂停运营几天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了解相关的情况 好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关注 评订阅 点赞 转发 收藏 我们下期 拜拜